何止八一队员训练无声,玩游戏浑身是尽,中国篮球未来怎么办?近日,王志志在接受采访时,无奈地提到了队中的现状,哪怕年年倒数第一,八一队的很多球员似乎并不在乎,采访中王志志说道,对于能给他们赚钱的篮球,这些家伙一个个训练无力场上闷不吭声不,可到了场下打游戏,一个个浑身是尽, 喊得比谁都大声,S,问题来了,球员难道不可以玩游戏吗?这倒也不是,但是当事情本末倒置的时候,中国篮球的危机就来了,不管是玩游戏,还是其他的娱乐方式,对于球员来说,不是不可以,但是请记住他只是生活中最为不足道的一部分,而不是成为精力消耗的主体, 哪怕强如哈登,当他变身为夜店灯的时候,MVP啥的和他也没有半毛钱关系,不得不说,王志志这次谈到的问题,是很多年轻球员的通病,也是大多数中国球员现在面临的问题,在时间安排和自律上,这些年轻人做的还是远远不够,甚至很多人出现娱乐为主,打球为否的情况, 就这样的球员,谈何能给球队帮助,谈何未来,都说人贵有自知之明,八一队应该庆幸CBA没有降级制度,不然他们估摸几年前就告别CBA,这里也不要拿没有外援,可用来当挡箭牌,在CBA发展路上,在王志志和刘玉栋他们争战的时代,八一队没有外援不一样能够登顶,篮球比赛比赛 重点还是,在球员,你自己不努力不去提升自己,要什么荣誉,要什么成就,要什么自行车,拜托那些拿着高薪的爷们,能不能用心打打球,在某种程度上,你们代表的不是自己,你们的行为甚至会毁掉中国篮球的下一代 慢点 慢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